如果你要去赏花灯 可能要戴口罩来预防罹患流感了 今天是类流感假日特别门诊的最后一天 虽然目前流感疫情有稍微缓和的趋势 但是流感并发症还是存在威胁 机关署指出 目前全台湾流行的流感病毒 以A型流感病毒为主 尤其H3N2占大宗 接下来元宵节的赏灯活动 可能会造成另外一波流感高峰 也提醒民众 如果到人潮比较涌极的地方 要戴上口罩比较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